继续和大家分享 张志坤先生在昆仑策研究院上发表的 针对中美关系的文字 他说 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统一认识 十分重要 他说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的文明型国家 这个概念 我觉得云里雾里 像复旦大学的那个伟教授 张维为 嘴里经常 这般表述 文明型国家 不理他 说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 任何时候都需要凝成重大问题 思想认识上的统一 这是一件十分关键的事情 正因为这样 所以经常讲要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各种的道理与逻辑十分清楚 那就是如果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和争议的话 将造成严重的政治撕裂 会导致 会导致严重的政治恶果 政治问题是这样 战略问题也是这样 也需要在重大的关键性问题上 凝成认识上的高度统一 只有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 才能形成全国一致 全民一致 上下一致的斗争意志 才能使相应的纲领 计划和行动 落到实处 但是 现如今中国社会在许多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上却存在严重的分歧 突出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接下来张志坤先生的这个论述 就是我急于要分享给大家的内容 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 他很清醒 第一 是对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 金钱的美国 他扣问了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金钱的美国究竟是霸权帝国还是民主旗帜 究竟是战争策源地 还是人类和平发展的积极力量 这是最基本的战略判断 更是有关对美战略的大前提和出发点 但是 就是在这样一个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上 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认识分裂 一些人坚定的认为 如今的美国是赤裸裸的霸权帝国 构成中国复兴崛起最大的外部威胁 是人类和平的破坏力量 基于这样的国家 对于这样的国家 中国理应与之做坚决的斗争 只有战胜这一威胁 中国的发展才有前途和出路 否则就要遭受严重的挫败 这是一些人的观点 而另外一些人则对此避而不谈 只是一味的强调中美关系多么重要 极力渲染中美两国互相依赖 谁也离不开谁的关联心 新华社 我刚才说的新华社视频不就是这样了吗 因而把中美合作置于至高无上的境地 为此而使至不宜的要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正规 更有一些人则认定 美国代表着人类的前途和未来 因而对之相当的崇拜与向往 心甘情愿的要跟在美国后面 亦不亦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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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出具不同的认识 所以在当新中国社会 有关要不要进行反霸斗争的问题 争论的十分激烈 抗美反美 亲美恐美文美和美等各种主张 纷纷嚷嚷呈现美方唱罢 我跟唱的这样的景观 这是第一大方面 对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 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第二 是对和平与战争形势的认识 存在严重的分歧 当今世界究竟是和平发展的时代 还是已经走向分裂动荡的时代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是风云激荡 还是风和日历 这些关乎和平与战争形势的问题 属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判断 对此 当今中国社会也存在着显著的认知分裂 一些人认为世界已经开启新一轮大动荡 大改组的历史进程 全球战略形势日趋冷酷 阵营化趋势日益严重 新冷战 黑云压城 战争的危险与危机正在向中国逼近 在这种形势下 中国应该准备打仗 要准备全力以赴的捍卫 和平与发展 而 另外一些人则坚定的认为 全球化的大潮不可逆转 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逆转 中国仍然出于难得的战略机预期 认定中国没有什么敌人 因而绝不要奢谈什么打仗和战争 从任何人都不要打仗 而是要坚持一心一意毛发展 居心会神搞建设 这个方针不动摇 把发财致富摆在压到一切的位置上 张志坤先生说的多好啊 对这些人而言 他们发财的瘾还没有过够 过足 又哪里会有心思去准备战争呢 所以对于当今中国 在内外两个方面所遭遇的一切矛盾冲突 他们都一概主张可以拿钱去摆平 用出让利益来化解 拒绝在此之外 采取一切斗争性的手段 这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 是对如何实现中国统一 认识上存在严重的分歧 中国必须统一 台湾只能是统一中国的一部分 对于这一点 除极少数分裂反叛分子外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还予以认同 但具体到如何实现统一这个问题上 却存在着严重的分裂 一些人认为 中国当然要争取和平统一 但绝不能放弃武统手段 必要的时候 大陆需要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需要用一场战争来解放台湾 而他的对面 另外一些人则坚定的认为 中国只能以和平方式统一 任何时候都不能对台湾动用武力 更不存在解放台湾的问题 在这些人的概念中 如今的台湾已经不存在解放与否的问题了 因为解放这一特定词汇 意味着政治上的颠覆 与军事上的歼灭 这一点为他们所绝不同意 他们坚持认为 现如今大陆对台湾应该在政治上包容 允许台湾政权独立存在 在经济上融合 不但允许台湾在经济上自成体系 而且还要让台湾充分享用 大陆这块经济蛋糕 在这些人看来 大陆中国只要如此这般的接纳台湾 才是正确的中国的统一之道 否则就是不承认现实 就是不民主不开放 就是大逆不逃 这三大方面 分析了三大方面 不仅仅不止这三大方面 除此之外 在有关中国要不要独立自主 要不要摆脱对美国和西方的依赖 要不要打到全球和平发展 统一战线等诸多重大问题上 也存在着严重的认识分歧 这些分歧都属于严重的思想分裂 而这样的思想分裂 必然反映到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来 反映到相应的政策与举措上 从而对中国的战略凝聚力 执行力形成严重的干扰 以掣证 这样一种状况 同历史上的中国形成强烈的反差 我们建新中国 建国以后的一个时期 中国社会达到思想认识上的高度统一 这种统一曾赋予中国以强大的战略行动能力 和威慑能力 形成了所谓的万中一新 众志成城的高超的境界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谈过这样一件事 在准备尼克松访问上海行程的时候 他们曾向中国方面索要导弹分子和反对派的名单 以便预先做相应的安排 中国方面回答是 我们没有这样的人 我们没有反对派 我们没有导弹分子 对此呢 基辛格回忆说 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因为一个可以调动亿万人民而凝成一股力量的国家 无论如何都令人敬畏 可后来的中国 不富如是喽 曾几何时 一些中国人甚至不是围绕中国利益和意志 而是围绕美国的利益和意志 在思想上认识上乃至行动上都都遵从美国的指挥办 为美国人说话 替霸权账目这样的人和事在今天的中国 还在层出不穷 这样一种状况 同美国相比也差距明显 现在针对美国 现在针对中国 美国两党在对华战略上相当统一达成了高度的共识 美国社会的民意 尤其是美国企业家们对此也总体上同频共振 呈现一派同提共达的气象 对比当下中美两国之间人员往来的实际 其中国人到美国旅行和美国人到中国旅行的实际流向 也可以看出 在对华关系上 美国上下内外所表现出统一性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当下的中国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分裂与撕裂 其程度与水平也已经远远的低于中国了 不客气的说 在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这一点上 现如今的中国恐怕也很难说好于或高于美国了 这等认识上的分歧 不仅是思想领域的撕裂 更是战略上不可忽视的隐患了 应于高度重视 有人沾沾自喜 美其名约一个多元的中国 对之热情欧哥乐此不疲 但是一切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无不忧心忡忡 因为这完全不是什么民主与自由 而是可怕的散漫和混乱 如果任期发展蔓延下去 必将从基础上破坏中国的战略能力 也给霸权在中国上下其手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因此 张志坤先生做总结 因此加强新时代战略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要进一步的强化统一性 包括思想认识上的统一 三千多年前 古希腊的亚利山大大帝曾说过 战争从来都是两个方面进行 一个是物质的 一个是精神的 三千多年前古希腊亚利山大大帝 说没说过这话 金灿荣前一段时间都给质疑了 我们不管的 战争是这样 战略建设更要求这样 可以说统一性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基本属性 也是中国制造 也是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突突特征 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 中国在战略认识上应该更加统一 而不是更加分化 这是中国所必须达成的目标 实现这样的目标 没有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可能 而必须通过积极有力的主观能度 这就要斗争 这就是斗争 要围绕重大战略问题 在思想认识领域展开深刻的思想斗争 通过思想斗争 达成全民战略共识 达成高度的统一 而不能宠上什么 不同的声音 我为张志坤先生的这篇文作点赞 我认为他提出了当下中国的 极其现实又极其根本的问题 我们不能不面对 不能不予回答 谢谢大家